社民年一開始就反對港深港高速鐵路 我們基本上覺得這個不是合乎一個成本效益的高速鐵路 因為你400億也好 600億也好 都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 最理想的方法就是把鐵路的設計 放在這個錦上路 所以基於設計和損線的錯誤 所以我們會反對 其實在職務報告之後 很多關於高官的利益衝突的事情 其實在這個這麼大型的建設裏 如果有議員他們的利益申報做了不合謀 你們會不會多些看緊些 根本現時整個利益申報制度不是很健全 很多較為間接些的或者是隱藏些的利益 根本是無法查到的 還有就算你沒有跟足 那個懲罰性都未必那麼高 所以申報制度在現時整個政策的決定 包括立法會也好政府也好 都是很多漏洞 導致有不少人士很可能基於利益的問題 或者又支持這些計劃 而他真正的利益永遠市民是不知道的 例如我們看了陳雷謙 他有講義公司的負民 這些其實算不算是利益衝突的事情 還是他們能夠查到的 就算他申報了也好 現時立法會有很多的投票 有關的決策可能跟你利益有關 你只需要申報 但是你仍然有權投票 變成利益的監控其實是很弱的 我覺得如果是一些 涉及到財政上的問題 和任何的政策 影響到實際金錢上的利益 應該是不可以參與投票 現在就沒有嗎 沒有的 現時機制是太過寬鬆 政府也很寬鬆 立法會也很寬鬆 這個涉及到整個問責 和政治氣候的問題 香港官商勾結也好 你利用政治的權利 政治的地位 去幫某些人拿利益 好像是順理成章那樣的 整個制度其實是很不健康 功能界別會有更多的 例如運輸 或者地產 有很多不同的程度的參與 功能界別會有 政黨都會有 譬如某些政黨 可能和某些地產商很有關係 地產商就在某一個地區很有關係 譬如過去有些立法會議員 家人幫地產商打工的 過去譬如西鐵的時候 有一些立法會議員 甚至是行政會議的成員 都很高姿態幫某些財團的利益發言 當然他發言的時候 沒有說明他代表某些財團 但是很明顯他的立場 是代表某些財團的 甚至行政會議成員 都和政府唱反調的 所以在利益監管方面 香港是很失敗的 社民聯盟會不會太緊一點 如果全部發掘到這些消息 我們一發掘到 如果我們知道某些利益問題 我們一定會很強烈譴責 和跟進 如果有需要的 在會議期間知道的 要求他不要投票 當然他可以不接受這個要求 但是透過那個討論 引起公眾的關注 社民聯盟是義不容辭的 OK